2021南投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19号将启动 先政府举办宣传记者会 由观光处长陈志贤 农业处长陈瑞庆 以及南投县观光大使高曼荣 率领贵宾一同宣布南投花卉嘉年华 练练花游记活动正式展开 南投花卉嘉年华练练花游记记者会 由曼辉舞蹈团带来精彩表演 揭开嘉年华序幕 南投观光大使高曼荣 化身为花仙子时尚走秀 吸引了摄影达人抢拍时尚美照 现场也设有在地特色摊位 展现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观光处长陈志贤 农业处长陈瑞庆 教育处副处长王淑林 议员尊正言 新义乡长全志坚 台中科技大学校长谢军红等与会贵宾 一同洒落产杀 宣告2021南投花卉江年华正式启动 包括有信义乡的梅花剂 那仁爱乡的梅花剂 包括我们这个鱼石乡九族的樱花剂 那还有我们草坪头的樱花剂 以及我们这个山林溪的这一个牡丹花剂 那还有鱼石的这一个蓝花剂 这些这个花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今年把它整合起来 大概有13处 会中宣服并与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签署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合作 在教育处副处长王淑林的见证之下 由校长谢俊宏与观光处长陈志贤 农业处长陈仁清等人 完成签署仪式 我想大学有大学的一些资源 包括教授的资源 包括我们一些技能的资源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资源 导入南投县政府 那么提升南投县政府的这个观光产业 透过我们双方的合作 共同来辅导我们南投的观光产业 希望可以透过一些转型升级创新 以及我们针对场域的优化跟安全的提升 以及对于我们这个观光从业人 的素质的一个提升 我们一起来合作 南投县各项镇花卉美景 缤纷争宴 今年从12月19号各地特赦花卉饗宴 持续盛放到明年的3月 县府邀请全国民众 一起来南投赏花 品茶 吃美食 与家人共度浪漫假期 记者曾公佑南投市采访报导